哇嗚 大家好 我是武斯 感謝您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 歡迎點擊訂閱 大甲真男宮又稱為大甲媽祖廟 也是大家所說的大甲媽 這座廟宇的由來和歷史相當悠久 保留了豐富的文化和宗教意義 接下來 武斯我將帶領您來認識大甲媽 大甲真男宮所供奉的主神是媽祖 媽祖被尊稱為天上聖母 是中華民間信仰的一位 最為崇高的神明之一 相傳慶庸正八年林永昕全家 從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梅州島移民到台灣 途經大安港至大家堡定居謀生 變下梅州媽祖祖廟 恭請一尊天上聖母神像自家裡奉寺 當時移民賭姓梅州媽祖神像 紛紛前來膜拜 秦庸正十年在當地晉升的推動下 興建小祠 清乾隆三十五年 小祠改建為廟宇 出名天后宮 之後當地晉升再次發起現地重建 並擴建宮廟 現稱為鄭蘭宮 經多次重修與典禮 至今是台灣知名的廟宇之一 廟宇包括大殿 觀音殿 神龍殿 祝聖殿 嘉蘭殿 南北斗殿 聖父母殿 地藏殿 和太歲殿等 大殿祖是天上聖母 千里眼將軍 孫豐爾將軍 三官大帝 宗潭元帥 觀音殿 祖是觀音佛祖 善才龍女 韋陀菩薩 十八羅漢 曾潔脈 神龍殿 祖是神龍大帝 文昌帝君 大葵新君 廣澤尊王 太陽新君 太映新君 祝聖殿 祖是祝聖娘娘 婆姊夫人 嘉蘭殿 祖是 嘉蘭尊者 文武判官 玄壇元帥 京霄靴 三輔王業千歲 虎爺 師命召君 財神爺 佛德正神 南北斗殿祖是 南斗新君 北斗新君 聖父母殿 祖是 媽祖父親 姬慶公 林薇雀 媽祖母親 姬慶夫人 王氏 以及 翡翠媽祖 地藏殿 祖是 地藏王菩薩 歷代 祖是神位 各坛 月公德 祖神位 一江山 烈士神位 太歲殿 祖寺 斗老援軍 謬石 駕至 太歲新君 每年農曆三月的媽祖烙街機箱 場面浩大 被譽為世界三大宗教盛世之一 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據說其背後每年帶動起的商機 高達新台幣50億元 真的好嚇人 廟方於2023年2月5日 拔杯寢室 大家媽 得到同意後 確定了起駕日期 日期為今年的4月21日 11點05分 台干媽將起駕到新港風天宮禁箱 沿路經過台灣中南部的許多縣市 信徒可透過繞進禁箱網站 掌握台干媽的GPS衛星定位 即時了解禁箱動向 信眾在媽祖繞進時 被跪地穿過媽祖神教的教腳 特被稱為人教腳 早期是為了驅趕邪魔、病痛 如今則是求得平安庇佑 建議在觀察人潮後 找尋比較人們的區段或是時段 來進行人教腳活動 才不會人擠人 也比較安全 參加媽祖建鄉要注意什麼呢 參加者不能進出商家 院內房 所商者也不可以入廟 若是懷孕者 最好不專教 不參與人潮擁擠活動 用膝蓋想都知道很危險啊 隨鄉期間 敬酒 敬賭 敬色 敬開婚 關掉時不可觸碰藍教 背包放在胸前 不能戴帽子 口罩 跟著建鄉活動時 記得要穿上一雙舒適的鞋子 戴著一條西漢毛巾 隨時可以拿來阻擋 鞭炮產生的濃煙 最好攜帶國外套 雨具 及防曬用品 有備無患 如果身上有進香棋 記得上廁所時不要帶進去 避免不進喔 大甲真南宮以明蘭市 寺廟建築風格為主 是台灣的 藝術建築快寶之一 參加著莊嚴的宮廟建築藝術 呈現出獨特的形象 佈滿了人物 花鳥 走獸 等十顆木雕 金雕細酌 色彩絢麗 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翻修多次 古蹟 古物 都已不復存在 只有幾塊乾隆及光緒 兩位皇帝所提的匾額 比較具有歷史價值 例如乾隆時期的 護國壁名 幼稽昭靈古扁 光緒第一次的 與天同工 以及 成秋立映 慈光普照等 都是自清零時期保留至今的古物 在大甲真南宮的文化中 最重要的莫過於 每年農曆 3月23到27的 文化祭典活動 是台灣頗具規模的 廟會活動之一 也是大甲真南宮 最重要的 節慶活動 當然在廟會期間 還有許多展覽 表演 遊戲等活動 讓你能夠深入體驗 台灣文化的 多元性 除此之外 大甲真南宮 被視為旅遊景點 周邊有很多美食 小吃 能讓你倡用在大甲真南宮的 文化氛圍之中 廟內點了好多盞燈籠 開啟照來 線條特別顯得漂亮 昏昌地均那一側 有平安水的飲水機 可以自備容器 去裝來喝 總結來說 大甲真南宮 是台灣最重要的 文化遺產 與旅遊勝地之一 其悠久的歷史 多元的文化 壯麗的建築 神秘的神明 和熱情的人們 都給我們留下了 難以磨滅的記憶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地址我會放在資訊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在底下留言 麻煩動動動你的手指頭 幫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收看 節目 慶幸 de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